全部停掉 非法 你所有的交易都是非法的 只要你开户 有交易收的货币就给你静止了 还就给你停 账户冻结了 得造成老百姓没法交易了 我认为这就是利空出到头了 无非就是这样了 出到头了 好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币又被集中在了欧美的人手上 然后欧美的人合法的他接着交易 这币价接着涨 一旦币价进入了 启动了上涨行情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大家发现自己是买不到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一直在涨 涨得更猛了 而你曾经是可以交易这个东西 现在不能交易 那你怎么办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于是就有一堆的人听而走险 就跟我说的 看黄色网站的 是吧 那也是各种听而走险 翻墙的 是吧 还有是出来炒美股的 出来炒这个想办法开海外账户的 甚至有些人为了做这件事情 会买一个海外的护照 买几本海外的护照去交易数字货币去 就他可以不用自己的名字 他可以用海外的公司去交易 就这种人会大量的存在 这样的话就变成了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 散户投资者少了 就是说散户炒这个数字货币的 因为有门卡 对吧 你拿个200块钱也进来炒 对不起 这个没机会了 以后只能由专业机构客户 比方说大家可能把钱投给了某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在海外 他在炒 替你炒 其实美国的这个模式就是专业机构来做 比方说你有些钱 中产阶级在美国有钱 你有了钱你是自己打理的 还是交给专业人士打理的 绝对都是交给专业人士打理 它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所以说我说你们不用怕的原因是 你把这个东西看到本质最后 咱们中国就和其他的印度 土耳其一样 把数字货币交易所全部关停 这些交易所只能做海外客户 不能做中国客户 OK 没问题 没问题 停掉 没问题 那个时候中国人炒的那些 只有中国人炒那些山寨币 我估计就没戏了 就是中国团队 中国创始人 中国就是发的那些什么币 这个币那个币的 没有中国人运营就死的 没有中国社区运营就死的 那些项目肯定会全 情傻的几乎是归零吧 因为那些币是有在中国人才玩 是吧 但是如果这个币是主流币种 国际流通的 而且美国已经是这个有了 甚至ETF美国都有了 那你这个币就挡不住了 这个币一定是 就是大家的钱会全部回到主流币上来 懂了吗 就是那个时候呢 就是大家会想尽一切办法 出国 肉身出国 或者是这个网络身份出国 然后去买出货币 就会变成这种情况 而且都是专业的机构 专业的有钱的 或者是资金量大的 全部炒这个赚钱去了 韭菜们所谓的这个玩 就拿一万两万一千两千块钱进来玩的人 就不允许进这个市场了 因为太麻烦了 你还是去炒A股吧 对吧 虽然涨得慢 但是跌得很嘛 是吧 但是你 韭菜是国家资产 不能随便割了 比出的货币 这个就是说 你把韭菜 最好是进买什么中石油之类的 是吧 发行价四十多块钱 现在才五块钱 现在还没涨起来的 是吧 一套 就是温军能有几多仇 卡丝满仓的中石油 是吧 到现在 上市这么多年了 是吧 还是五块钱 这就是有价值价值股 你们可以去买那块中石油去 是吧 出的货币都没意思 一年 这么多年涨了 涨了多少倍 去年就涨了20倍 这些年总共加在一起上万倍 是吧 这么好的东西 是不允许老百姓买的 老百姓们就别买了 就等着 等着去买A股 是吧 你就别炒币了 就是我说了 你就想最坏 能坏到哪去 最坏就是坏到 你们所有有币的人 你们把币从交易提出来 放到钱包 放到Coinbase去 Coinbase合法 是吧 然后Coinbase也会 做这个 就是这个 你知道吧 就是亚洲商 那怎么做呢 那就是全部 就搬到 就是现在日本 韩国这些教育 可能就起来了 是吧 新加坡教育就大量起来了 然后用户 你要出国玩数字货币 你就玩这个 全球认可的币 那些全球不认可的币 全球死了 就跟着这些国政策 就全死了 我说的政策 就是说 不像以前 以前的政策 就是 总是把高点打下来 打下来就不管了 就是都是个建议 这个协会发一发 那个协会发一发 建议书 以前的政策是直接 其不为 不为反文的 直接直接明令 禁止银行操作的 那以前的那个政策 都是打了 就是说白了 打蛇都没打七岁 是吧 也没有 说白了 这个 也没有做到位 说白了 就是 那这次就算做到位 所谓最次做到位 就是说 一道歧 干脆一点 什么把交易全关了 是吧 把中国用户 找用到的这些平台 全关了 是吧 把中国人玩那些币 全关了 是吧 就中国人你要去玩玩 你自己承担风险 你出国去 自己玩去 是吧 那是没办法 就像很多中国人 买美股 也是肉身出国 办一个身份 或者是买 开个银行户 是吧 搞一点外汇 美金 自己在炒美股 或者用个公司 做个信托 来去买美股 都是专业人士 散户玩不了了 是吧 散户玩不了了 所以散户没机会挣钱 所以你看像中国的那些 科技股 原来都是在美股上市的 那么好的股票 老百姓根本买不到 对吧 像淘宝的是吧 买阿里的 像这个拼多多的 你又能买到吗 你买不到 这些钱都被谁赠走了 都是国外的那些机构 赠走了 对吧 啥时候能禁止呢 现在没有人 国家没有一条法律 说禁止中国人 去买拼多多 去买阿里 但是呢 它这个法律 法规怎么定的呢 不允许你个人换汇 超过五万美金 那你要是能想换五百万美金 对不起 换不了 只要你跟别人乱敲到一换 你就是洗钱 得 那大家就不想冒这个风险 对吧 但是你别以为 大家就炒 买不了拼多多 总有那聪明的人 那些聪明的人呢 他们想着办法 想着一切的 开了一些机构账户 在香港 在新加坡 甚至在美国 直接开好户 然后用美金直接炒 人家也没问题 是不是 所以说 大家不要 就是 只在币圈待久的人 不要只研究币 你顺便得研究一下 美股怎么玩 是吧 美股那些玩家 也是兜智斗勇 多了这么多 像老虎证券啊 什么 富途牛牛啊 什么的是吧 就是 都有很多 大家有很多办法 可以翻出来 买美股 是吧 大家现在也有办法 现在去卖港股了 对吧 港股已经通了 护港通也有了 就逐步国家 也会把这个 在美股上市的科技股 拉回港股来上市 是吧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 你 就是老百姓 有没有机会 投资一个东西 是不用那么复杂的 去开户就能玩的 现在之前 就只有数字货币 是可以老百姓 就开个户 很简单就可以开户 一买就能买 就是随便就能买的东西 对吧 但是 现在这个权利 要剥夺 对吧 很正常 对吧 就美股那么好 不让你买 就是不让你换汇 你就买不了 对吧 那OK 这个我们都认 这是国家要跟美国 我们 我认为中美必有一战 这肯定 金融战是必须要打的战 这个是保护 保护中国韭菜 别被割了 是吧 中国好多韭菜 其实挺傻的 就是 就是 风买 就是 基本上就是高买低卖 就是 他就是高价买的 低价忍不住就割了 他不像那个机构 机构呢 知道什么时候该买 什么时候该卖 什么时候要保持多少现金量 现金的 要保持 就是这个现金储备 随时要等着抄底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韭菜 大韭菜 我也是 在这个行业经历这么久了以后 也是这个 经常做 不好的 不对的操作 这个不对的操作呢 也让我损失惨重 是吧 你想想这次 币价 这个 暴涨 我也没基本上 没套现 这个造成这个币价 跌了之后 没有钱抄底 是吧 只有 留了一点点钱 能买 能买一点币 是吧 但是 确实就 我们这种操作都是错的 你就理解 我们这种韭菜呢 就是韭菜思维 充值了信仰 但是损失了钱 但是我的判断是 我的逻辑就是 那这次错了没有 我认为我错了 虽然我一直给大家提示风险 就是留一些钱出来 是吧 首先把你的本收回来 因为我的本 并不是钱 我的本只是比特币而已 我投任何数字货币 也是为了赚比特币 虽然我这次 钱上面没多少 但是我 就是换了更多的比特币了 确实是 比特币抗跌嘛 我狗国币也抗跌 我就换了这两种币 其他的币我都不看好 所以说 本质上我的思路 就是这么个思路 就是政策 总结一下 就是政策 你想它最坏 就是非法 说比特币交易非法 全面停止 好 彻底执行 这是最坏的 最坏 坏完了以后 就没有坏的了吧 比这坏的还有吗 没有了吧 那个时候 就是你买的时候 如果政策不给你打下来 你还真没机会 就比方说政策 执行不彻底 就跟13年 或者是2017年 两次制定政策都不彻底 那两次不彻底 最后币价都反弹的更猛 那这次如果又不彻底 我判断就涨得会更猛 然后这次就算彻底了 到底了 那也后面就一路向上了 只能涨了 不能跌了吧 也没有什么利空可出了 数字货币到现在 除了这点政策 能制定 能调节一下币价 还有什么东西能调节 对吧 所以说我说币圈 大家呢 如果是确实是 你的数字货币 攒了这么多年了 也没卖 我觉得你千万别卖 否则你下车以后 你就没信仰了 真的 信仰的东西是啥呢 就是你留着它 这币在 你就一直有信仰在 你就等于老的时候 临老的时候 临死的时候 这个数字货币 也就是遗产而已 对吧 这比遗产 很值钱 你就是我认为 现在数字货币 只要是大币种 像比特币 像狗狗币 这些 这些大的币种 包括以太坊 这些大的这个币种 你都能 基本上你 就是 币圈老人吧 以我的判断 大部分的老人是 这个币会变成一个遗产 而不是 自己要花掉的 没地方花钱 大家基本上 币圈老人 早财务自由了 赶紧买了 早买了 根本用不着 去变现 只有币圈新人 会经常现在下车 因为他 还没有换房呢 还没有换新车呢 你换 没有换房 没有换车的情况下 你这个 对吧 你经常会想的 我要变现多少钱 去改善你的租 改善你的这个行 是吧 衣食租行 这些东西改善完了以后 你剩下的币 基本上是不动的 所以我判断就是 各位如果是长周期的 这个如果是老币圈的 已经都改善完了 那你就 币就留在那 管它呢 对吧 看着长时间看 就是这个 这个比特币 已经这么成功了 还会不会更成功 是吧 毕竟全世界就那么 一两千万人玩 这个还没有 到普及的这个状态 是吧 所以我机会还多 那你要等就 往这个方面的 如果你确实是 在币圈新进来 老想着要换个房子 换个车子 那你这币 你记住收回本金来 就是第一位 如果你本金没收回来 你经常会动作变形 第二个 你 最好是 手上除了本金以外 你还拿出一些利润来 因为这个币 从你开始玩到现在 如果玩了一两年的话 你基本上这个币的成本 价也就三五千美金一个 是吧 有的人一万美金 到现在你还是高点 对不对 你最好是 就是 你不要动作变形了 别到时候真的跌到了一两万 你忍不住隔肉 或者你架杠杆 把自己弄爆仓了 是吧 千万不要搞这种 就是你最好拿出自己的本金来 剩下利润 你就扔那里 或者是你就改善 拿出一些钱来 改善你生活去 或者留住一部分抄底的钱来 始终要有一定的现金储备量 对吧 你没有现金储备量 到时候会非常难受 就是 你会 就是动作会一定会变形的 你们今天咱们就是闲聊 咱们就聊到这 是吧 这个问题就是 我认为政策 到头 让他出境 让他利空权出境 出境以后就是利好 但是我认为熊市一定会 只要进入熊市 正常都是一两年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但是政策必须得出到头 如果政策是 就是慢慢的拉 就是一刀子一刀子拉 一刀子一刀子 就是说 炖刀割肉 那个就难受 就是说 还不如一次性出境 利空出完 是吧 到底你要出什么政策 赶紧出 出完就结束 是吧 中国市场咱就 这个这个全禁止了 也没事 就跟中国黄色 往那禁止了 中国翻墙禁止了 其实中国换汇也是禁止了 对吧 就不能自由流通 全禁止了 得了 你干脆点 别一会儿冒出个协会来 说两句 一会儿冒出个委员会来 冒着说两句 都说到点子上 是吧 这个 而且每次都是 只是发个公告 就像在配合 做空赚钱似的 你知道吗 跟那个 这个这种的 应该还要查一查 这个 发公告的这些机构 有没有参与 做空比特币 赚钱 是吧 如果是 全靠发公告 做空 然后 或者是 有些人在推动 这个发公告 去做空比特币 然后自己还挣钱了 那也就是另外一种 那种打法 我觉得也应该被监管层 去查一查 谁在